好,我们继续,今天是我们环岛,行脚第22天,是好的阿弥陀佛,我们了解到只有念佛,佛号不可思议,是因为人类在这个世代呢,透过日常生活。 就能够实践的,越能够容易实践,当然,重复的剪拔,必定能够专注,所以念佛呢,不管走路,吃饭, 因为信,这是一种愿力的相信,你愿意每个当下,让我们所有人类的妄念,透过一句南无阿弥陀佛, 就能够让我们的妄念呢,不断的新成代谢,当然这是佛的愿力,佛,佛妥了解,所以才会推荐,在整个无边无际的恒河沙树里面, 大家共同的就是,阿弥陀佛,阿弥陀佛,南无阿弥陀佛,都是要让我们重复简单,做到内外合一了。 我们祝愿,佛妇愿,出家的宇宙,以这一份坚定,唤醒人心,一步一脚印,一呼一吸,在日常生活就可以实践的了。 感恩世界和平在人心